你是不是也曾經接到過業務員的電話 要你去購買他們公司的股票 那時候你會不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他們在還沒有上市之前就要你去購買他們的股票 後來我去研究了什麼叫上市公司 什麼叫上貴公司 什麼叫上新貴 什麼叫IPO呢 底下我們就來介紹一下這幾個名詞到底是什麼意義 什麼是IPO IPO就是準上市貴公司的一個流程 進行初次公開發行股票的前段作業 一家企業在上市貴之前公開抽籤的前段作業流程 我們就把它稱為IPO 那全球大部分的國家都有 像大陸、歐美、日韓、香港還有新加坡等等 那什麼叫做新貴呢 政府它為了使未上市股票交易有共同的平台 還有公開的報價 建立的一個市場 就叫做新貴 目前未上市股票主要是透過 未上市盤商進行撮合買賣 最常發生的弊端就是 買方買到假股票 或賣方賣了股票卻拿不到錢 諸如此類的爭議 如果真的要走到法律程序的話 對一般投資人來說非常麻煩 耗時的耗力 所以呢 政府建立了新貴市場 讓未上市的股票能夠在公平可信賴的平台上交易 保障投資人買賣雙方的權益 也就是說 你要買賣新貴股票 在股票市場是OK的 你去證券券商那邊 告訴他們 你要買什麼樣的股票 賣什麼樣的股票 這是公開發行是OK的 但是他不能夠在網路上下單 他必須辦自動化 必須跟營業員 就好像以前還沒有網路的時代 打電話或是跟營業員講說 我要買賣新貴股票 這是OK的 那怎麼樣去登入新貴呢 依照現行法令的規定 只要是公開發行的公司 並且經過兩家以上的證券承銷商申報輔導 由這些證券承銷商做推薦 就可以向櫃台買賣中心申請登入新貴股票 而當這項申請按經過的櫃台買賣中心核准之後 就是問題中所提到的 獲准登入新貴了 由於主管機關只是要讓未上市股票交易台面化 所以只要申請書齊全並不會有特別的審查 因此公司登入新貴其實和正式上市貴並沒有關係 所以投資人不應該誤認為登入新貴就等於上貴或上市 在登入新貴的條件和一般申請上市貴也有很大的差別 一般你要申請上市貴必須有一定的設立年限 獲利標準還有股權分散程度等要求 但是新貴市場由於目的在於使未上市股票交易台面化 所以除了前面提到的基本條件公開發行申報輔導兩家推薦之外 並無需任何的設立年限、獲利標準等其他條件 也就是說即使剛成立或虧損不少的公司都可以登入新貴 沒有特別的限制 登入新貴和上市上貴的關係 在目前法令的規定下 公司在申請上市上貴前必須先登入新貴市場滿6個月 所以一般最快在登入新貴市場6個月後就可以申請上市上貴 但是這並非絕對的 可以登入新貴的公司不代表他就一定可以上市上貴 也不代表什麼時候一定會申請上市貴 因為申請上市貴有前面所提到的設立年限、獲利的能力、股權分散等等條件 所以即使登入新貴也必須等到符合上市貴標準之後才能夠申請 那什麼叫做上市貴公司呢? 左邊這邊有講到上市公司的條件 第一個要介滿5年以上 第二個,資本額必須在近兩年內達到新台幣3億元以上 第三個,最近一年內不能夠有虧損 第四個,營業利益及稅前存益佔實收資本額比例最近兩年必須要達到6% 或最近五年達到3% 這兩者其中符合一個 那我們看右邊的上櫃公司條件是什麼呢? 第一,他介滿兩年以上 第二,資本額必須在近兩年皆達到新台幣5000萬元以上 第三,最近一年內不能有虧損 第四,營業利益及稅前進益佔實收資本額比例 最近兩年皆需達到4%或最近五年皆達到2%以上 所以你看左邊上市公司條件跟右邊的上櫃公司條件 紅字的部分就是他們的差異 結論呢,用這個標準來看的話 上市公司在設立時間、資本額、獲利能力三方面的資格 遠比上櫃公司還要更嚴格 上市公司的股票都在集中交易市場做買賣 由台灣證券交易所運籌為我 而且已有數十年的歷史 公信力早已為廣大的投資人所接受 而上櫃公司呢 由早年的電頭交易進展到目前的櫃台買賣 在歷史、規模、公信力等各方面均不如集中市場 因此一般公司所發行的股票均以上櫃為第一階段的目標 當然也有一些公司是直接進軍集中交易市場而成為上市公司 第二階段才是上市 那新櫃裡面呢有很多公司窩了很久 但是他始終沒有辦法上市櫃 還有更多公司為了上市櫃 會在新櫃的那幾年美化財報 一旦上市櫃之後賣股票後就擺爛的大有人在 對要注意喔 好那我們來了解IPO就是整個上市櫃的流程 最佳籌資的時期到底是在什麼時候 從這張圖我們可以看出來 這個A區段就是未上市股票的交易 那這個未上市股票交易呢很簡單就是 譬如說我以前在電子工廠上班 那公司就會配給我們股票 可是呢我們公司還沒有公開上市櫃 也沒有登入新櫃 所以這些股票能不能買賣 可以 但是是在檯面下做交易 就是說我可以賣給我的同事 我的同事也可以賣給我 或者是我可以賣給我的朋友 好這種私底下做交易 那他就會真的一張一張的股票 可是他就是有我們剛剛講到的風險 如果你們是彼此不認識的話 那你拿到股票 或者你付了錢有沒有拿到股票 或者是你股票給別人了 但是有沒有收到錢 這個有時候會引起爭議 所以這個要特別小心 這個就是未上市股 那B區到C區這個階段呢 他就是公開發行階段 然後到登入新櫃的階段 一直到C點是核准上市的階段 然後掛牌交易之後呢 五天內漲跌不受7%的限制 這個就是蜜月行情 真的掛牌上市櫃的時候的蜜月行情 當然他上市櫃之後他可能會有震盪 有上有下 那真的上市櫃之後呢 他有可能會在這個震盪期之後呢 突破再成長 就一路往上飆 然後或者是呢 他過了蜜月期就一路衰退往下掉 這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呢 在穩定區的地方呢 我們就會 我們就會把它定義在於B點到C點的這個距離 這個就是 嗯 資本成長期 就是IPO的一個流程啊 從A區的未上市股到B區的公開發行 登入新櫃之後 然後再到C區的核准上櫃 掛牌交易 一直到掛牌交易之後呢 就正式上市櫃了 那就可以讓一般投資大眾在網路上下單 這就是股票上市之後的一個成熟期 所以呢 在股票上市之前的這一段穩定區呢 就是新櫃股票 那這個新櫃股票呢 雖然你看起來是穩定的 但是 你怎麼知道哪一些股票是新櫃股票 而且他一定會上市或上櫃 這個就是最困難的投資眼光在這邊 好 搞清楚了這些名詞之後呢 有一個中心的提醒 就是投資並沒有百分之百獲利的這種好事情 還有呢 投資請使用閒置的資金 不要用吃飯錢去做賭注 然後呢 不要把命運交托在別人的手中 除非你能夠掌握 還有天下沒有不勞而獲的事情 你在投資之前請仔細做好研究 否則你就是在做投機 賭博